欢迎来到风华绝带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在2月3日刚过零点 吴宗献发文说 报告 我当阿公了 小朋友超可爱的 还晒出了他与外孙女的合影 小朋友粉粉嫩嫩的 超级可爱 而献哥也是一脸慈祥 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发文后 不到半个小时就3万人点赞 收到了一群粉丝的祝福 艺人们也纷纷留言祝福 吴宗献在去年接受采访时 就透露了大女儿和二女儿的预产期 他说二女儿Vivian预产期在1月份 大女儿吴山儒则会在3月份生产 而吴山儒也在社交平台分享 二妹比我早生 我就没那么紧张 可以先来观察妹妹产后状况 看她是否紧张 焦虑 看过她后应该都可以了 所以当家里第三代出生后 大家都很开心 而且吴宗献也更喜欢外孙女 在采访时 他透露在知道二女儿怀孕的消息时 非常开心 但遗憾的是不能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喜悦 因为二女儿不像当艺人的大女儿 大女儿在怀孕后 举办了party 宣布即将迎接儿子的到来 非常低调 所以她不便帮当事人公布 还开玩笑地说二女儿是天蝎座的 生气起来很恐惧的 但是语气却很兴奋 表示人多家里热闹 自己更喜欢外孙女 因为她本身有三个女儿 这非常幸福 最后还说 生儿子就给一百万的红包 生女儿就给两百万红包 这些钱对吴宗献来说 肯定不算什么了 因为她在每年台湾省主持人收入排行榜中 她都稳居第一名 所以她肯定给二女儿和外孙女 准备好大红包了 况且二女儿的婆家那是背景相当深厚 二女儿吴泽涵本身是一名超级学霸 美国名牌大学毕业 精通六国语言 毕业后在父亲的公司工作 三个月后布满在舒适圈 随后跳槽 在别的领域担当公司高管 混得风生水起 而且她还认识了老公奖风味 她这个老公来头不小 本身是北大毕业的学霸 在银行工作 年薪百万 关键市长香还挺帅的 吴宗宪直接评价女婿 又高又帅又孝顺 是韩剧中才会出现的人物 而且她的家庭背景更厉害 她的舅舅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由此可见蒋风味的原生家庭 门当户对 两个人又交往多年 婚礼举办的也是相当豪华 八真玉石 高棚满座 第一次嫁女儿的吴宗宪 也是多次落泪 其实大女儿吴山儒嫁的也很好 老公是兼职模特 颜值身材自不必说 现在是某家公司的CEO 收入和身份也不差 两个人也是门当户对 女儿们挑老公的眼光都不错 吴宗宪都很满意 现在她家中只剩下小女儿 吴一家没有出嫁了 这个小女儿是家中最受宠 也是被她称为颜值最高的女儿 吴宗宪曾说一年嫁掉两个女儿 比掉两个膀胱还难受 估计小女儿会多留在家中几年 现在迎来了外孙女 又将迎来外孙 现在的吴宗宪肯定是心情大好了 今年2月12日 59岁的吴宗宪日前 与昔日弟子温蓝同台 宣传新节目 天王到你家 期间两人谈到了身子的话题 引发热议 据吴宗宪透露 他现在不喝酒 不吃油炸食品 还经常坚持运动 每天的精气神超级好 早上4 5点就起床与美国公司开会 行程满满能一直忙到下午 虽然特别忙碌 但是他觉得自己这几年 反而越来越年轻 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如今的状态相当满意 因此 他才语出惊人的表示 如果有优异的对象 他还想再生两个孩子 事实上 早在2018年吴宗宪就有过想再生孩子的想法 不过当时说完后就一直没有下文 前不久 吴宗宪的大女儿吴山儒与交往5年未婚夫正式结婚 并在婚后立马随南方前往美国探亲 近年连续嫁出两个女儿的吴宗宪 西夏只剩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还陪伴在身边 由于儿子路西派前段时间还闯祸惹出大麻烦 吴宗宪为了让其自立 决定近日将儿子逐出家门 如此一来他的身边就剩下唯一一个女儿 或许感到有些孤独 他这才就是重提 想要再生孩子 可是吴宗宪的妻子张薇薇已经60岁 想要再生孩子几乎不可能 更别提升两个 对此吴宗宪有自己的想法 他并不打算和妻子继续生孩子 此前他曾透露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生娃的对象 女方是圈外人 大约小他20岁 此次采访中吴宗宪虽然没有再提这个生娃对象 不过他一边批判地球人为师妹要被所有的规定制约 一边特意强调妻子不会怎么样 他最近都会去交会 言下之意似乎表明他的妻子并不介意他和其他人生孩子 不得不说吴宗宪的这番言论令人特别震惊 实在无法接受 在谈完自己的生子愿望后 吴宗宪还劝身旁的温蓝先怀孕 顺便养老公 就算经济不独立 感情也要独立 不用和世俗交代 去年刚刚收获爱情的温蓝则坦言 他的妈妈还有亲朋好友也劝他可以先怀孕生孩子 他自己也不排斥 想先去动卵 希望朝着自然怀孕的目标前进 吴宗宪出生在台南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也学习不是很好 就每天到处私混 善于交际的他倒是交了不少朋友 积攒了不少人脉 也练就了吃得开的好本事 成年后 吴宗宪觉得在家乡这边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 就只剩一人来到台北 其实当年一到台北的时候 就参加了一个唱歌比赛 甚至还进入了前几强 但是当时政赶上他要服兵役 只能中途退赛 也错失了竞争冠军的机会 所以之后只能在酒吧助唱 就这样他在酒吧一待就是六年 在吴宗宪还未成名 事业也停滞不前的时候 常常喜欢和朋友去信义路的小发廊 发廊的老板是一对姐妹俩 而吴宗宪对妹妹张薇薇更是一件清心 之后便对其展开疯狂的追求 由于吴宗宪是做主持人 能说会到小姑娘哪里受到了她的花言巧遇 不久后就开始沦陷了 随着两个人感情的稳定 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由于吴宗宪深处演艺圈 公开结婚可能会对自己演艺生涯有影响 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让张薇薇同意结婚 但是不登记 从此以后两个人就这样无名无分地生活在一起了 在一起后 张薇薇更是给吴宗宪生了三个女儿 在第三个女儿出生前 张薇薇夜晚睡觉 梦见金龙入梦 吴宗宪便专门请当的有名的师父算了一卦 师父告诉吴宗宪 这是福梦 第三个女儿出生后 也是巧 吴宗宪的事业真的越来越好 一时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因为生了三个女儿 张薇薇特别想给吴宗宪生个儿子 两个人生活看似幸福美满 但是其实特别荒诞 对于外界来说 都不知道吴宗宪其实已有妻女 这一切都被他隐藏了起来 随着吴宗宪名气越来越大 他开始把握不住了 对同事主持人的 陈孝宣展开了追求 陈孝宣不仅漂亮 气质出众又有才华 其实吴宗宪早就被他吸引 只是因为之前事业没起色比较自卑 就把这种想法给压了下来 当时为了追尘孝宣 不仅把早有七世抛之脑后 生活上不仅他悉心照顾 在物质上也慷慨大方 没钱借钱也要给对方购买豪宅 没过多久 两个人便宣布恋情 张薇薇知道吴宗宪移情别恋后 不仅没有大吵大闹 一个人独自在乡下照顾家庭孩子与老人 事情到此 大家可能还是低估了吴宗宪感情 荒唐的程度 就在吴宗宪与陈孝宣官宣布酒 有媒体曝光了吴宗宪 和一名叫Candy的女孩关系不一般 相差15岁的两人 不仅被拍到两人在公园轻轻我我 更有媒体爆料称 其实两人已经保持秘密情人七年之久 时间管理大师 吴宗宪才是时间管理大师鼻祖 知道被律了以后 陈孝宣可没有张薇薇那么好欺负 立马决定与吴宗宪分手 面对陈孝宣提出分手 吴宗宪内心却无法割舍 于是便赤巨资买下一辆豪车送给陈孝宣 正当陈孝宣内心有所松动 决定原谅吴宗宪的时候 这时吴宗宪却也没闲着 一边追求陈孝宣 一边继续与Candy打得火热 Candy毕竟年轻气盛 一次两人吵架的时候 把吴宗宪打得比青连重 说来不知道是理亏还是怎么的 全程吴宗宪并没有还手 后来两个人就在这鸡飞狗跳的事件中 结束了秘密情人关系 正当这件事陈孝宣还没反应过来时 另一个女人也跳出来指责吴宗宪 这个女人便是一直在她身边的助理经纪人安琪拉 原来这么多年来 安琪拉不仅是吴宗宪的经纪人 为她管理经济 同时也是被吴宗宪隐藏起来的 另一个秘密情人 隐藏这么久的秘密 突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责 后来 在张薇薇患癌的时候 吴宗宪面对媒体的采访时直言 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 其实关于吴宗宪的婚姻问题 也不是没有狗仔爆料 但是每一次都被吴宗宪立身否认了 直到最后一次 邻居站出来证明吴宗宪和张薇薇有婚姻关系 并且拍到了张薇薇在吴宗宪家里的照片 吴宗宪才不得不承认他和张薇薇在一起 但他一直强调自己和张薇薇没有领结婚症 自己也不算出轨 总之 还是要恭喜吴宗宗宪当外公 也祝福小宝宝健康成长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